警方破获了竹联邦暴力讨债集团 这个集团借钱给吸毒者来买毒 如果对方还不出钱 他们居然就用电击棒 枪支 甚至武器来攻击被害人 而被害人因为自己有毒品前科 也不敢报警 而这个黑帮啊 他们在下手透过对方之后 还担心说万一把人打成怎么样 受不到钱 居然还假好心 会帮对方叫救护车送一急救 监视器路到三米男子从电梯走出来 其中一人还拿着电击棒攻击另一名男子 让男子痛的摸着头走出电梯 被要求出面谈判还债的男子 走出社区的时候背后已经湿了一块 原来男子已经被人捅了一刀 他这么镇定的走出门 原来是他向黑帮借钱买毒 现在被暴力讨债也完全不敢报警 前方有男有女 他们全是竹联邦和堂的成员 因为被害人多半是毒品的治安人口 他们向黑刀借钱买毒 还不出钱被打 也不敢张扬求助 你电击器或你拔兵器 那个来袭击这个被害人 欧打完毕以后还好心的叫救护车 叫车救人 纯粹是怕被害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债务就无法讨回 这一次警方大阵仗动员 顺利逮捕11名男女 起出四把长短枪 终究还是让这个黑帮无所遁形 谢谢 谢谢